呃呃呃 呃呃 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感覺我的腎臟非常痛 一躺就開始發病 我正常人的發炎指數是 0.5 那我的發炎指數是 等於是告訴別人 太多太多倍了 甚至兩個看護喔 好可愛啦 我說東西要歸位吧 他們可以坐在那邊當看護 那什麼都不懂什麼也都不問 什麼都不幹什麼 就是兩個人踩在那裡 現在是5月26號的早上 現在是5月26號的早上 呃 現在要去台北榮總醫院 剛才Ada幫我換衣服才知道 我後面啊 都噢真 我怕是熱骨斷掉 昨天晚上睡覺都不能動 而且全身都知道 我才想到床邊拿個水喝 好辛苦好辛苦 所以剛才Jerry說 要不要帶禮物來說 啊 又有醫院 但是我現在光這樣走大了 還是帶自己的 啊 啊 啊 我穿那雙脫鞋 我痛苦 怎麼又回來醫院了? 因為自己不乖 自己覺得自己沒問題 所以一回家身體變冷 我就知道大事不良 現在要抽血了 因為現在沒辦法航空 對 今天是住院第三天了 本來是肋骨痛 肋骨痛就讓我沒有辦法用負壓小便 所以當天來榮總檢查的時候 四個小時沒有小便 但是我有帶尿片 希望它可以露出來 但是我的人工膀胱 是大腸做的 它有絨毛在吸收髒東西 那當天都還沒事 所以我決定說 如果住院是打止痛肌 讓我回家好了 再回家的路上 我就感覺我的肾臟非常痛 一回到家我就很不舒服 我就說讓我躺一下 讓我躺一下 一躺就開始發抹 我可愛的Edda呢 又在幫我整理行李 因為行李呢 他就要歸位 我心裡就有想法 我說 Edda 先不要整理 二哥可能還會在住院 之後又發熱又發冷 我就趕快打給醫生 我說不行了 發燒了 一涼就39度室 就一定飛到醫院不可 那醫生有特別跟我講 現在急診室 能不要去就不要去 因為很多都是COVID-19 所以醫生就趕快讓我 直接搬住院 進來到現在 昨天 決定帶尿管 為什麼 我只能帶著尿片 讓它流出來 那流出來變成是 我的膀胱永遠有尿 越激越髒 所以我一支高燒不退 光帶尿管 昨天晚上 護士幫我倒尿 就1000cc 所以帶了尿管之後 就降溫了 那現在呢 就等看最後的結果 那我是希望就是 讓肋骨沒有那麼痛 可以用負壓小便的再走 要不然我覺得 狀況依舊在發生 反正這就是我的宿命 變成人工膀胱之後 一切我自己就要小心 接下來怎麼樣 再治療 再跟大家講 反正今天好多了 終於有食慾 前兩天 Jerry已經買到 沒東西給我吃了 我反正 只為了維生 吃了幾口 肚子有東西就好了 甚至 兩個看護 好可愛 一個呢 我請他會肯定 我說 2點 要不要去買飯吃 他回答我 他不餓 他不餓呢 他也不會買給我吃 那8點半呢 就把燈都關了 叫我睡覺 但是我還沒有吃晚餐 所以我的晚餐呢 是我的阿信帶東西來 是10點吃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他回去好了 有個Jerry也不錯 早晨 蛤 你還讓我笑 昨天跟我講好 那一母肉肉麵就在他家旁邊 所以我說我們四天母肉麵 他竟然可以給我送到 這邊的時候已經 12點 對啊 那因為我這邊在掉點滴 這邊是有尿 尿帶 我沒有辦法動一動啊 我後來只能 白頭 特別冰箱幫我拿一個水果 我墊一下肚子 就知道 兩個人挑水沒水 而且第一天最好笑 我住院習慣會弄一個行李箱 把我要用的東西都會弄好 竟然這兩個看護呢 都不知道在忙什麼 四個小時囉 我忍不住問了他們一句話 我們行李箱是不是要整理一下 蛤 要整理什麼 我說東西要歸位吧 他們可以坐在那邊當看護 那什麼都不動 什麼也都不問 那什麼都不幹什麼 就是兩個人踩在那裡 蛤 所以這一次對我來講 也是經歷很好笑的事 所以我昨天打電話跟冠達講 冠達從頭笑到 千里你也很天兵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要整理心裡 阿板你覺得我們待在那下次幹嘛 等一下觀眾要看一下 孫總有戴碗法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 真真 真的我是沒有意會 我會戴這麼齊全的 這些東西都戴非常齊全 我還堵著音響你沒有拿出來 音響啊什麼都 沒有阿住院不是要讓自己舒服嗎 那幹嘛都用那些紙餐具 餐具帶來就好啦 吃水果擺在 沾盤不是很好看嗎 對這個儀式感 對啊就已經不舒服了吧 我就覺得需要這樣啊 不要瞎掰好嗎 今天已經開始有胃口了 所以你看我講話聲音也比較正常 一切應該就會沒問題 今天是禮拜天 疼痛指數在熱骨這邊差不多 10分的話剩6.5分 那今天很開心 今天我可以自己爬起來了 那我就跟醫生講說那疼痛到6.5了 那是不是可以出院 自從掉了尿袋之後 我的紋身很舒服 而且尿不臭了 而且很乾淨 排得很多 那醫生說還是 發炎指數還是太高 他說禮拜一在幫我抽完血 發炎指數有降低 禮拜二再讓我出院 出院呢還是要把尿管拔掉 那好我們談好了 我以為就這樣子了 我就開始準備找東西吃 到了10點鐘 我的醫生幫我買早餐來了 這次我住院 發生非常多 光怪陸離的事情 我醫生知道 我的助理一定 沒有辦法買早餐給我 所以他趕快買早餐來給我吃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我這次住院是不是太有趣了 所以今天最特別的是 我的醫生買早餐給我吃 GINO買了日本料理給我吃 所以我今天應該算是吃得最開心 就看明天抽血的結果怎麼樣 後天能不能出院喔 今天是5月29號 我剛才特別問了醫生 為什麼還不能出院 原來他跟我講說 我正常人的發炎指數是0.5 那我的發炎指數是19 等於是告訴別人太多太多倍了 所以他說這樣子非常危險 一定要等發炎指數降到正常人 所以還需要再注意一下 我就再忍一下吧 我不知道發炎指數是這麼驚人 那昨天發生臉帶噴發事件 因為帶了尿帶很舒服 但是沒有想到 我自己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護理師跟Jerry在幫我倒尿的時候 尿怎麼都那麼乾淨 怎麼都沒有長衣 我自己就很懷疑 到昨天下午5點 到8點多更痛 我就跟醫生邪交說 要不要拔關 他說你為什麼要拔關 我說為什麼他很痛 那後來決定一拔的時候 天啊 像死門水壺蟹 他在笑聲音是痛 蟹的滿坑滿骨 床濕了 地板濕了 不滿坑位 三分鐘他還一直在流尿 你就知道裡面少說 有400-500cc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那麼痛 所以昨天晚上就有一點點發熱 我就希望不要再感染一次 還好 昨天晚上安然度過 也沒有發燒 所以表示讀數沒有那麼多 可能在打抗認數也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可以趕快出院 因為住院實在不是一件好事情 好今天到這裡報告完畢 吃完這一餐就要出院了 因為醫生餐不夠飽 發熱指數已經從 十九降到四了 他拿口服藥給我吃 在家裡休養就可以了 所以待會我就很 出院了 開心了 出院了 出院了 要出院了 太棒了 對啊 笑得很開心 我們可以回家睡大床了 對啊 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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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回到家了 還是在家舒服 其實我是六月二號才可以出院 那我們只要乖乖的再回醫院打抗生素呢 就不用一直待在醫院 那待在醫院呢 你知道 心情一定不會好 那回到家裡 想幹什麼都可以 想吃什麼也可以 想泡泡澡啊 去看看花園啊 去看看花園啊 朋友來啊 也比較舒服啊 所以 我決定還是趕快出院 大家記得喔 還是要保持健康 只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擁有未來的一切 大家一起加油 未成功 竟然是有一點新的味道 好 八千塊的浴室 各位可以看到普通的馬桶 以前五千塊的 只有一個賠病床 八千塊的有兩張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這個冰箱 我們為什麼都把東西擠在上面 因為只有上面有溫度 它下面就是個儲藏室 根本沒有效果 我們剛好